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效 但是很简单的一个治疗小工具 就是冰敷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球球材质运动的创始人 安东尼卫廉他的一段影片 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并不想让人们失去 所以当我们在做热和冰的治疗 我们在做热和冰的治疗 我们在做一个阶段 我们在做一个阶段 热和冰的治疗 在我认为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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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有助于OCD 非常有助于Bipolar 非常有助于很多不同 感情和生态的治疗 冷击在冰的冰箱 它可以破坏的循环 它甚至可以 暂时改变抗症 暂时改变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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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简单的 小小的治疗的选择 我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奇 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试一下 那我昨天呢 我就自己就拿了一个冰敷袋 因为我昨天我想试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累 方法很简单 拿冰敷袋的时候 就是需要拿一条毛巾 家里任何的小毛巾都可以 昨天在试的时候 我就想说因为我很累 我想说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脖子 放在脖子上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累 我就想说那我躺着用好了 所以就把它整在这个后面 我就躺着了 真的很神奇耶 就是我大概覆没多久 大概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就觉得好像整个人就非常的放松 然后就是躺在那边 就是一直的打合线 一直打合线 整个人就是舒缓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 好上影片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呢 它可以让人的大脑的神经回路 可以做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呢 我们原本的情绪 可能是在某种比较不舒服的状态 比方说像忧郁啊 焦虑啊 不安等等 可以在瞬间 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回路 有一个转换 神经就镇定下来了 那么刚刚的这一段影片 因为它是直播中的一段影片 所以在直播的现场 有一位心理师 他有上去做分享说 他自从知道安东尼·威廉 告诉他这个方法之后呢 其实他也有让他的病人 去试着用这样的方法 结果他发现都蛮有效的 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忙 然后有些事情就是 别人催着我一直要紧急的处理 所以我也那个时候 我觉得好像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又赶快拿冰敷带 再试了一次 发现它真的真的非常有效 可以让人的心情 瞬间的就是舒缓下来了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治疗的小方法 真的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有使用上的经验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为你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 有帮助到你的话 欢迎你按个喜欢 订阅并且分享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你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我是容姐 我们下次再见